騎車搖搖晃晃 要過直線七秒不容易 但如果來駕訓班上三天課程 順利取得駕照 公路總局就補助你一千三百元 就有人會覺得 駕訓班要繳錢要繳很多錢 但其實如果覺得政府有補助 而且補助還是幾乎快一半的價錢 就會覺得更吸引你想要去考照 因為其實我以前是沒有想要考照的 但是我後來覺得我這個補助 就覺得我可以去考個照 增加自己的技能 就可以更輕鬆的去學習正確的駕駛觀念 那在這個交通繁忙的世代 我相信安全駕駛一定是非常必要的 也是非常需要學習的地方 公路總局111年提供全台兩萬個名額 每名補助一千三百元 北區建立所推廣考照上駕訓班 三千九百多個名額到年底還有剩下 透過駕訓班專業的教練傳授正確技術 還教您防衛駕駛 那在騎乘的過程中 沒有少了防衛駕駛的話 騎乘在外面其實相對來說是危險的 縱使騎得很慢 也是會帶來一點傷害 那當然我們在透過訓練的方式 都會告知學生說 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應該要注意哪些 應該 必須確實遵守到的部分 像查看四周圍的狀況 跟打方向燈的部分 這些是很多一般民眾會常忽略掉的 根據統計 新手駕駛在四年內 往往訓練不足 容易造成交通事故 違規率高達10.08% 但經過駕訓班訓練之後 發生率降到2.99% 有參加我們駕駛班 比沒有參加駕駛班 好像這事故的比例 大概是可以減少大概20% 然後違規的比例大概減少32% 那另外我們大概也根據 我們自己內部的一個調查 那如果說在最近四年當中 那如果說有參加駕駛班 事實上它的違規比例大概2.99% 那另外如果沒有參加駕駛班 大概有10.08%的一個違規的比例 所以說事實上參加駕駛班 它可以學得一個正確的 一個駕駛的一個技術 一開始來練就是油門 不太會就是吹這樣 不太會吹油門 然後煞車也控制不好 然後來今天就是教練 會教我一些方法 那就比較不會暴衝 我覺得女生就是怕受傷 大家都說雖然說跟騎腳踏車一樣 但我覺得其實蠻不一樣的 然後我覺得其實來駕駛班 就是你有個依靠 然後也可以知道怎麼樣 怎麼樣騎 然後道路是怎麼樣 怎麼樣的情況 對比自己在外面學 覺得學到很完整的知識這樣 上這個駕駛班的最大的好處 就是我們有人可以問 有人可以教 那在練習的過程中 也可以找到自己的盲點 此外 監禮站也提供了一站式的服務 考生從報名考試 電腦比試到領取駕照 在原地考照 新手能馬上領到駕照 快速又方便 經過完整的駕駛訓練 那對不管騎乘的技術 或是安全的觀念 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對交通安全及個人安全 都有能夠提高很大的一個 一個幫助 最重要的是我們要感謝公路總局 及我們台北市區監理所 他們提供了一個學員 只要參加了駕駛訓練 就可以有補助的這一個活動 那每個人如果說參加訓練 考照 然後就可以補助一千三百塊 而且有一個很好的 就是有一個行動的這個服務專車 那你從考照到領照 都一條線 然後一條龍的方式 所以在這邊我們也希望 即將要來 考取駕照的同學 或是市民朋友們 大家多多利用 整個是會法制化 常規化 我想這個是我們交通部 一個未來的一個願景 那明年交通部也會提供更多的名額 我們希望能夠慢慢的 再讓它養成一個習慣 那事實上 如果說我們在這邊 經過六個小時的學科的教育 還有十個小時術科的教育 事實上它有很多的 比如說整個的一個交通安全 防疫駕駛的一個觀念 交通安全常識 那另外我們也會提供 讓很多一個道路上的一個風險 潛在危險的一個樣態 那事實上在整個它未來 如果學完駕照的時候 考上駕照 在上路上面會有很多的幫助 機車駕馴班 經過六個小時學科 和十個小時的術科 除了提升新手駕駛技術 認識交通法規 更重要的是遇到緊急狀況 如何防禦駕駛 讓新手拿到駕照正式上路 安全更有保障 記者 黃少駭 金融報道 好 好 谢谢大家